电视剧大闸门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有着浓墨中彩的一笔,同时也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,它代表了中国电视剧,得在那一时期的最高水准。 大闸门以气快节奏,逻辑紧凑住车,全程没有一点要点,剧情没有一丝注水,大闸门是郭宝昌导演亲戚心血打造的年代剧,同时也是郭宝昌导演的家族史诗,算了上郭宝昌导演的半字传吧。 大闸门里白锦琪的其实,就是郭宝昌导演的养父,抱狗牙欢香秀,就是领养女天一的养母,才给了郭宝昌第二春,电视剧中李建一这个白眼狼其实就是郭宝昌导演。 郭宝昌导演从16岁开始丢着手写《大闸门》,但顿世事写了大半辈子,到了临近晚年的时候,郭宝昌导演有了合适的机会来拍摄《大闸门》,将自己家族的爱恨情求和发展变迁伴到领平之上,让大众有机会得以看到一代名门的起伏。 众所周知,郭宝昌导演所写的《大闸门》故事发展,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80年,郭宝昌导演也多次在公共场合,表态要把《大闸门》排到1980年,但是为何多次吕放豪言的郭宝昌导演只把《大闸门》排到1942就假然而止了? 没有后续了,后续剧集没有继续拍摄,是出于收视率考量,还是资金问题,还是有其他的野情。 回答这些问题,我们需要从《大闸门》第二步入手。 在第二步中,白景气破于孙子,白家园的施压,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,主动上交了白家祖传秘方,并且将白家白草厅部分上交。 白家白草厅从此不再姓白,白家和白草厅从此再无关联。 白景气的孙子白站员在爷爷交出白草厅部分和秘方后,欣喜若狂,自己亲自出任白草厅总经理,成了白草厅实际领导人,在白站员的领导下。 白草厅预发辉煌,产品消往全国,不管是营收还是影响力,都远超白文士领导时期。 白站员沉浸在做了家族掘墓者的喜悦中,忘了他有一个使仇,也就是曾经和他共同批斗白景气的郑三大。 郑三大和白站员共同批斗白景气,共同变负白景气上交股份。 古代白景气交出股份后,白站员一跃成为了白草厅总经理,而郑三大还是生活在贫苦中,如此大的落差让郑三大对白站员产生了偏见。 郑三大不满白站员独向白草厅,招准时间将白站员一家老小的活活打死了。 这部分故事是白家的惨痛,也是白家家族史上不能接的伤疤。 郭宝昌导演不忍触及这样的伤痛,白家后人也不能允许郭宝昌导演把这段历史班上辨试迎评。 所以大家们后续没有拍摄,当然,传闻还有一部分是郭宝昌导演不能拍的,因为题材很敏感。 大家猜猜究竟是什么内容和历史,主导的郭宝昌导演继续拍摄。